這應該是滿多 LATUS的車迷們 他們會想要關注的話題 其實剛剛已經講到 ES其實在小改款的車型 在日本其實跟中國 他們都已經上市 所以沒有看到 它的一個改款之後的一個樣貌 那雖然說是名為小改款 但平常心講 它並沒有一些大破大立的設計 當然車頭水上罩 然後燈主會有些修飾 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燈主會換上我們之前 RX小改款那個 智慧型的那個調整的一個光 一個燈具 那個燈具基本上是LD的 然後它的光型都適用 會有智慧型調整眼光燈等等 還有智慧閃避等等 所以這會對於那個 消費者來講 我如果開到ES的話 小改款的車型 它配備當然又更上一階了 那內裝方面 其實也有一些進步 就包含了一些最主要的 我們中空台的飾板 然後門板的一些內裝 皮革等等 都是會 這次算是會有大幅度 躍進的一個點 所以除了外觀的改變之外 小幅度的一個修正 內裝的皮革材質 然後飾板等等的進步之外 最重要的它的一個主被動的安全系統 就是它的ETAS的配備 就是LSS Plus的這個系統 它也會增加了一些 目前在台灣市場上面 還蠻受歡迎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它會對 它除了那種ACC 然後主動碰撞警示 然後主動煞車等等 AEB這些等等之外 它還增加了對向行人的這個 偵測 所以就不是只有前方而已 它是會增加到對向 所以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可能對向會有行人 或是障礙物的時候 它會給你警示 然後再來還有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還會針對日夜行人 進行一個辨識 所以它的鏡頭 一定是用上更高階的一個鏡頭了 所以在這種 除了豪華舒適質感兼具的這個 豪華房車底下 它又給你非常完善的一個 主被動的安全的防護 其實這相當值得台灣消費者期待 那當然講到這些期待會覺得說 那既然國外都已經上市 那國內的部分 我們什麼事可以看得到呢 就我們現在掌握到的消息 應該是會在今年的第四季 或是年底就有可能可以看得到 好 當然跟我們荷包有關係的 不只是說你車子的妥善率 還有這件事情 交通違規 不是說你說我不知道 然後就不會罰你囉 接下來讓你荷包不濕血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一些交通違規NG的行為 我們可能平常都沒有注意到 有些東西其實很淺 但是我身邊就還真的都有人會問我 譬如說紅線不能停車 那黃線呢 紅線不能停車 是你連停下來都不行 對 除非你是等紅燈什麼 就連在你在Costco外面排隊 它是紅線警察都是可以來開單 那黃線呢 其實黃線大家理解的概念就好 你的車輛要保持隨時可以行駛的狀態 然後你可以停 就不能熄火 對 你可以停三分鐘 你燃燃在車上 但你如果要長時間停的話 就是通常啦 一地區不同 但是通常是晚上八點以後 它就可以當一般煤化線的路邊 這樣子做概念了 那燈具故障 這個我自己以前有被抓過 就是騎摩托車的時候 大學騎摩托車的時候 燈壞掉啦 然後什麼排氣管破洞 然後煤妝後照鏡 摩托車煤妝後照鏡 這種大家可以理解為同一個規範 就是你在行駛的過程中 你車輛有一些東西 會影響到安全性的 警察先生是可以直接把你開罰單道 那搞清楚單側的車道實線 這個也有點基本 我覺得你只要駕照考到 這些東西你應該都是要會的 簡單講就是 你是虛線的那邊 你就可以往外跨 你如果是實線的那邊 你就是動了不能動 只能走自己的車道 這是一個非常多高速公路的雜道 會出現的設計 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再來兩個 我覺得是台灣的一些 比較不良一點點的駕駛 比較常出現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使用霧燈跟遠光燈 這個真的是 真的讓人氣死 現在是不是會比較少一點 好像少一點了啦 但是還是非常多這種冒失鬼 你開霧燈也好 你開遠光燈也好 其實都有一定的規範 你的能見度過低啦 或是你在山區完全沒有路燈的道路 你需要判別可能一些比較遠處的彎道等等 有對象來車的時候 就要用金光燈 這些其實比較現代一點的車 他會幫你自動 接換遠鏡光燈的 就會是比較減少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按喇叭這個 這個聲音就比較大一點點 你按一次 就是啪一聲 對 你不能超過半秒 那啪按著的 OK 你就犯規了 就尾巴 真的喔 這個我倒不知道 而且不能連續按三次 不能連續 然後甚至連按喇叭的那個 合法的地區 譬如說有什麼緊急或危急的狀況 學校附近也不行 提醒其他用路人 對 或是什麼山區失線不佳 只有一些特定的規範 當然雖然這個不太會因為這個受罰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一個 合法合規 最棒的一個駕駛的話 這些東西你要注意喔 好 再來 其他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違規行為 變換車道使用方向燈 我相信 應該有不少觀眾 這個被開過罰單 那其實就是現代的車子啊 很多就是你輕輕按一下 他會幫你閃三次 像我自己的車就是這樣 但是那夠嗎 那完全不夠 對 你在變換車道之前 甚至到你車輛已經完全 變換完車道之後 這段區間方向燈都必須是閃著的 不然 其實非常容易發生 就是後車 看你不開心 就拿行車記錄去直接幫你檢舉 這些你罰單就直接寄到你家了 好 只有 禁止左轉的標示 可不可以回轉 這個概念很簡單 大家就把它理解成 回轉其實就是你坐兩次90度角的左轉 那就是不行 那就是不行 對 你連第一次都不能轉 何況是第二次 那左右轉車道直行 這個在我們內湖的攝影棚 內湖那邊 非常多有這樣的路段 那你常常看 為什麼大家都塞在右邊 最左邊沒車 到最前面的時候發現 左轉道 你不能直走 你這個直走也是就是違規 而且非常多的路口 包含像太晚會入閘道 現在都會有科技執法的鏡頭 所以不管有沒有警察在那邊抓你 很容易直接電腦照相 就寄到你家了 這些東西 有些你可能沒有聽過 搞不清楚 有些就是很淺 淺到不行的 照顧自己的核包 不要跟自己 辛苦賺錢過意去 開車不差那幾秒鐘幾分鐘 都遵守這些交通的法規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看到去年 在A1類的交通事故 竟然比前年還要高啊 對啊 講到這個 剛剛志祺講是一個 我們駕駛的習慣 但我們現在看到是 A1類的這個交通事故 我跟你講 大家說戰爭可不可怕 可怕啊 不可怕 誰說很可怕 阿富汗打了20年 美國才死了2000多人 我們才1到11月就 1600多耶 1600多間 A1是當場死亡的意思 A1交通事故 從去年 A1加A2的話 總共大概30萬件的交通事故 造成了40萬人的傷亡 這是我們國民 可能都是我們的中間分子 或我們的興奮好友 你知道在說 對一個2300萬的一個國家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對於社會成本付出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來看 當我們看到 比去年還要高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好好地檢討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外乎會發生交通事故 一定是跟什麼 人有關係 人有關係 違規 不當的操作 或者是設計錯誤 設計錯誤 道路設計錯誤 對不對 這常有的事情 所以在這些東西來說的話 以違規 作為最大的一個 最大宗 大宗 對 影響事故最多的 但是我們再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東西會被開發單 違規停車 它會造成A1事故嗎 會 違規並排 不該停車的停車 轉換停車 就是違規停車造成的 很多人 還到現在沒有這個習慣 我要買東西 我就是隨便停車 你看佔比 光是處罰這件事情的佔比 佔所有罰單中的35% 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個什麼 的違規行為 數字嘛 它比去年還要增加 我增加21% 對啊 這個莫名其妙 還是因為台灣車賣太好了 不對 我覺得奇怪 這個應該是一直在 現在又有科技執法什麼的 所以你知道是什麼 這都是科技執法害的 本來 而且它是舉發 對 這科技執法害的 本來我停車 紅線都沒人來拍 我現在停了 現在科技執法會拍 檢舉模人會拍 所以這個行為就提升了 而且一提升就不得了 真的 無所不在的天眼 所以我覺得 違規停車 它其實不是它的見速上升 是被處罰了 那處罰有什麼好處呢 我覺得這個 因為佔比一直提高 大家收法單 跟收明信片一樣 簡單的時候 它這個數字會漸漸下降 因為為什麼 罰怕了 以前我就說 很多地方的違規停車 都是因為沒有人去檢舉 現在有檢舉 佔比一直提升 但是有好事 不依規定行車 比去年還少 有檢 不依規定行車 可是我覺得 什麼叫不依規定行車 最近那個新聞就很大 逆向行駛的 就算是不依規定 是的 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跟處罰 跟檢舉有關 跟真正實際發生的案例 其實不會太有這些關係 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看 前面的這幾個 應該就是有增長的這幾個 就是我們有加強取締的力度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這攸關的 這個人 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 一個違規的東西 我們看到109年的1到11月 竟然那個違規檢舉的 這個案數這麼的多 你看有這麼多的案數 可是為什麼 違規的人還是很多很多很多呢 小徐 好 我們看到 剛剛講到這個違規的建設 第一名是為了違規停車 對 其實違規停車這個 很不好講 因為前陣子才有一個政治人物 談到這個東西被網軍出征 所以這部分真的要小心講 那其實違規停車 它之所以會成為 我們檢舉見數最多的 應該說我們目前最常見的違規 我看大概也是違規停車 沒有錯了 這其實 我覺得它是有一個歷史工業存在 怎麼講 我相信台灣沒有任何一個人 敢打包票 瞪零看他們說 我這個人從來不會違規停車 以後也不會 我先自我承認 其實我今天來錄影的路上 我也不小心違規停車了一下 這個要先跟大家說聲 不好意思 但是很多時候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是因為不得已 比方說我在附近 我繞了車位 繞了很久 我真的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停 或者說這邊完全就禁止停車 不只是沒有空 它根本就沒有 劃設任何停車格什麼的 所以呢 對我來講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我很清楚違規停車 會承擔造勢的責任風險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真的有這個停車需求 那政府只是一味的禁止你這個停車 我相信大家還是會繼續違規 那我認為其實這部分 政府應該自己心裡也有訴 因為這幾年政府 針對這個違規停車的檢舉 有提出了幾個函視 那我們從這些函視 可以發現 其實政府某程度有點放寬 前陣子有個函視 引發熱意是什麼 就是說 違規停車 它又涉及到你是停車跟臨時停車 那臨時停車有所謂的三分鐘 並且保持立即行駛的狀態 那之前就有個函視 在針對所謂的立即行駛的狀態是什麼 那講給一大堆 那它這個函視一出來 其實民眾不太買帳 因為搞起來好像是說 以後我們要檢舉違規停車 我是不是要在那邊錄影 錄三分鐘飛行 我要證明你不是違規停車 我要證明你確實 沒有保持立即行駛的狀態什麼的 但是我必須講就法律面來說 這個函視 1點 3點 x3點 2點 3點 2點 3點 3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